于内忧外患夹击下,富税资金流报告显示,截至上周三指,香港股票基金于过去十二周,合共淨流出18.42亿美元,预143亿港元。 证券界表示,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威胁或单方面不再确认,中国及香港等多个地区为发展中经济体。 为本周的中美贸易谈判增添阴霾,行指本周将考验28,000点关,8月份更有机会爆边下市27,000点。 事实上,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外,本周美国联储局已识,中国经济数据表现,中央政治局会议或短期召开及香港,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五大影响股市,因素均为市场关注焦点。 上周五香港主要蓝筹股的美国预托证券,ADR,表现。 腾讯00700及中国移动00941靠稳。 其余普遍偏远,行指周一或低开55点,见28,342点。 特朗普近日要求世界贸易组织,WTO,改革。 停止中国,香港,澳门,新加坡,南韩等自称为发展中经济体。 若九十日后未取得实质进展。 美国将单方面不再认定这些地区,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。 社会动荡打击经济流市。 中投澳洋基金经理温降成坦然。 若中,港,澳不再获确认为发展中经济体。 出口将雪上加霜。 而香港游行示威愈演愈烈。 担心会变成常态化。 将对本港经济及楼价构成压力。 现时港股市盈率为11倍。 不算太便宜。 于内忧外患下。 外国投资者入市态度审慎。 部分更倾向先行获利。 上州不少香港本地股份。 及防守性较强的公用股都建回套。 相信与港股基金租述回有关。 他又说。 7月押金港股波幅僅936点。 情况由于4月波幅非常窄。 但紧接的5月行指却急射2798点或9.42。 故他相信8月港股向下爆边机会大。 尤其8月业绩期后。 基金将会执仓。 沽出部分积差股。 本周先看行只能否守住28000点。 为8月份或在下市27000点关。 投资者不宜追入。 而被开零售。 酒店及香港地产股。 事实上。 富税指。 截至上周三指一周。 中国股票基金及香港股票基金。 69.01亿美元及1.08亿美元淨流出。 其中前者是连续四周淨流出。 累积金额18.23亿美元,约142亿港元。 中美贸谈短期难记口望。 光大新鸿基财富管理策略施温杰逆说。 市场对中美重启贸易谈判的成果既望不高。 而美国联储局或减息四分一来。 市场亦已经反映。 即使7月底,8月初内地或将举行政治局会议。 但只会为下半年正经政策作方向性定条。 未必即时有政策出台。 会议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謝明光称。 美国或减息及市场憧憬。 内地政治局会议可能有稳经济措施。 有望支撑行止于28000点关。 但担心8月中会回落至27000点。 中资企业长线盈利受压。 他认为,香港的示威游行只会有短线影响。 反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,将于即将公布的业绩浮现。 且部分外资已将中国部分生产线迁至其他地区。 势令中资企业中长线盈利产生下行压力。 请不吝点资密码 。